赵子明下公交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街道两边昏黄的路灯下一个行人也没有 抬手看看表十一点半 这个时间段啊 人力三轮车都回家休息了 也就意味着赵子明就只能走回家了 赵子明市中心医院的骨科主任 也是手术室的一把刀 两天前本地的环城高速公路上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33辆车连环相撞啊 死伤惨重 事故发生之后 作为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医院 大部分伤员被转移进了赵子明所在的医院 庞大的工作量让赵子明在手术室里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 现在伤员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 赵子明也能回家休息休息了 走过一条小巷 赵子明发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 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 借着手机的灯光一看 原来是一张通缉令 仔细一读 内容是通缉一个变态杀人犯 此杀人犯已经作案四起 每个受害者都是被残忍杀害之后分割成块 旁边还有一张杀人犯的照片 大嘴巴小眼睛 左眼到下额处有三道伤疤 一脸凶神扼杀呀 通缉令下面的空白处有一行红色的手写字体 我就是杀人犯 哼 有杀人需要的就找我吧 最后他在底下留下了一个QQ号码 气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摇着头 赵子明准备继续赶路 突然 他身后传了一阵轻微的响动 回过头 一个黑影一闪而过了 谁啊 赵子明心里一惊 难道是变态杀人犯吗 没有回音 谁啊 赶紧出来 赵子明提高声音 顺便从兜里掏出一把手术刀 啊 这是他以防万一随身携带的 不过 依旧没有任何的回声 啪的一下 赵子明打开手机上的手电软件 瞬间 前方一片白皱 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 正蹲在电线杆后面 瑟瑟发抖 你 你是谁啊 赵子明紧紧地握住刀柄 啊 不 不 不要伤害我 我把我的钱全给你 女孩抬起头来 脸色惨白 似乎是一脸稚气的 一个学生 我 我 我伤害你 看着女孩瑟瑟发抖的样子 赵子明是又好气又好笑 喂 是你跟着我行吗 那 那你为什么拿着 女孩指了指赵子明手中的刀 啊 不好意思 赵子明急忙把刀放回口袋 这 这是我防身用的 还不是看你刚才一直跟着我 我还以为你是最近通缉的变态杀手呢 哈哈 原来都是误会啊 OK 这 你看 这我身份证 我可不是坏人呢 看女孩一脸怀疑 赵子明把身份证都掏出来了 哦 对不起 看来这是误会了 女孩不好意思的把身份证还给了赵子明 怎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路上呢 一个女孩子 多危险呢 哦 我放学去一家快餐店做兼职 我才下班呢 勤工解学啊 你可是个好孩子呀 哎 对了 你刚才为什么要跟着我呢 这这这箱子太黑了 我害怕 我刚好看见你也走这条路 不过 我又怕你是个坏人 所以我就 啊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都是误会行吧 行了 我送你回家吧 多不好意思啊 都这么晚了 嗨 没事 反正我回家呀 也是闲着 只要你不怕我是个坏人就行 女孩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送完女孩再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一点了 疲惫的推开门 赵子明惊讶的发现 最爱玩电脑的女儿 竟然没有坐在电脑前 而是躺在沙发上 两对眼皮上贴着厚厚的纱布 隐隐约约的似乎还有血迹 一个机灵 赵子明来到女儿面前大吼一声 你哥双眼皮了吗 女儿吓得差点跌倒在地上 还没吭声呢 一个尖锐的声音就在赵子明身后响了起来 干嘛 干嘛 一进门就大吼 就你扫门的 几天都不回来 是不是想扔下我们孤儿寡母的 说话的女子身材臃肿 脸上贴着一片美白面膜 白黄黄的灯光照射之下 她就像个鬼一样 这个女子正是赵子明的妻子 江百合 看到妻子 赵子明立刻就矮了半截 说话的声音也降了下来 妻子江百合的父亲 是市中心医院的院长 自己这些年生殖这么快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女儿怎么能割双眼皮呢 她还小 对她生长发育是不利的 做好了还好 这做不好 要留下后遗症 怎么办呢 再说了 就算现在看着没事 难保以后不会出现问题啊 万一伤口感染 破伤风 这 行了你 啰里巴缩的 不就是割个双眼皮吗 你至于这么威严耸听吗 啊 江百合博乃凡的白白手 随后将脸上的面膜 接下来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她一把搂住 撅着嘴的女儿 溺爱的说 是我同意在她做的 啊 女孩子嘛 就要漂漂亮亮的 就是 我们班好几个同学都割双眼皮了 漂亮了不少呢 我要是再不割的话 我这班花的位子 可就保不住了 女儿试试的插了一句 放心吧 我的乖女儿 等纱布插了之后 你肯定会更漂亮的 要是效果好的话 妈妈也去做一个 江百合温柔的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你 你们 哎呀 半天之后 赵子明终究还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就算说了 也没用 妻子和女儿从来就不听他的 行了 你什么你啊 厨房还没收拾呢 赶紧弄干净 看着我就烦 江百合摆了摆手说道 喂 你还有完没完呢 赵子明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 你没看我累得不行了吗 呦 姓赵的 这么快就学会忘恩负义了 啊 要不是我爸帮着你 你能爬这么快吗 还有上次那事 要不是我爸 你现在呀 还不知道在哪呢 啊 什么事 赵子明心里一凉 现在学会都跟我装傻了 对吧 江百合拿出一个 鼓鼓囊囊的资料袋 扔给了赵子明 你瞅瞅 我爸早就告诉我了 赵子明三下五出二的打开了 还没看两眼呢 就要把它撕掉 你随便撕 你以为我就这么一份吗 啊 江百合一脸嘲讽地看着赵子明 愣了一会儿 赵子明将东西放在床上 转身默默地走进厨房 就开始收拾了 对 这就对了 勤快点 好好听话 有你的好处 要不然 哼 江百合用一副胜利的口味说道 赵子明紧紧地捏着手中的碗筷 都快捏碎了 等收拾完一切的时候 已经是两点了 江百合跟女儿早已经睡着了 太过疲惫 反而让赵子明没有了一点睡意 来到书房 打开电脑 登上QQ 犹豫了一会儿 赵子明还是将一串号码 输入进了搜索栏里 正是刚才通缉令上的QQ号 点击加为好友 很快 对方就通过了验证 你真的是杀手吗 赵子明发过去一条信息 不错 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变态杀手 对方很快就回复道 你就不怕我是警察吗 那又怎么样 你完全可以过来抓我呀 对吗 好吧 告诉我 杀一个人什么价钱 两百万 我的天哪 你 你这是抢劫呀 不 不是抢劫 是杀人 对方很认真的纠正着 这两百万值不值 你自己掂量一下吧 赵子明没有回复 呆呆地望着电脑屏幕 双眼无神 突然 眼前有什么东西在晃动 他拿起来 是一根头发 肯定不是江百合的 因为他的头发 没有这么长 那肯定是女儿的 一个想法闪现于他的脑海 赵子明来到卧室 江百合跟女儿睡得正香 犹豫之下 赵子明轻轻地从女儿发烧上剪下一小节头发 然后又坐到电脑前 你到底需不需要服务呀 看赵子明半天不说话 杀手又发过来一条信息 哦 你等我再考虑一下 说完赵子明就关闭了电脑 江百合冲进赵子明办公室的时候 赵子明正和女孩面对面坐着 这女孩啊 就是昨天晚上被赵子明送回家的那个 她叫杨童 美术学院的大尔学生 赵子明 你好大胆子呢 竟然背着我找小三啊 江百合怒不可至了 操起玻璃杯狠狠地就砸了过去 砰的一手 玻璃杯砸在墙上碎成渣子 几天前 江百合就听别人说 最近总有一个漂亮的女孩找赵子明 不是小三 还是什么呀 江百合开始的时候还是不相信的 毕竟赵子明的把柄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说的人越多了 江百合就信了 今天来医院一看 果真如此啊 喂 你发什么疯啊 赵子明气得都发抖了 哟 你被我抓个现行 你还想狡辩呢 这位太太 我想你一定误会了吧 杨童微笑着站起来 从容地捋了捋头发 我只是赵医生的病人 这几天我一直找赵医生看病呢 哼 赵子明 你给我说清楚 真的只是这样 赵子明也冷静下来了 不信你看 说完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碟单据 这是这个女孩 这几天的挂号费 跟药匪单 你自己看看吧 啊 是这样吗 虽然还是有些不信 但江百合已经有些动摇了 可是 可是我听他们说 什么 他们 赵子明没好戏 啊 一定是好事之徒 想破坏两位的和睦夫妻关系 所以才会这么说的吧 杨童微笑着插了一句 为什么呀 江百合不理解 啊 夫人跟赵医生 本来就是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被别人羡慕 同时也会招来嫉妒嘛 杨童说得很委婉 也很透彻 哦 对 小姑娘 你说的有道理呀 江百合恍然大悟 随后 一把抓住杨童的手 一脸歉疚的说 哎呦 真是对不起了 刚才我太通众了 都怪那些死女人 散把婆 没事 谁让赵医生 长得这么帅气呢 哪个女人听说这事 都不会震惊的 江百合 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哦 对了 你是学画画的吗 看到桌上摆着画板 江百合好奇的问 嗯 我是美术学院的大二学生 哟 艺术家呀 将来肯定有大成交 夫人 您过奖了 哦 对了 我有个请求 可以说吗 说吧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帮你 嗯 是这样的 我们马上就要教 人物素描的 作业了 可是 我还没有灵感呢 刚才看到夫人 我就特别想让夫人当我的模特 不知道 夫人你愿不愿意呀 哟 我还能当模特呢 江百合眼前一亮 随后又有些失望的说 哎 可是我都老了 而且身材也不行啊 哦 不不不 夫人 你在我眼里是最漂亮的 而且 我不会让夫人白帮忙的 会有一个惊喜哦 啊 啊 是这样啊 那我试试吧 江童愉快地拿起画板 仔细地画起来 很快 一幅素描就画好了 江百合跟赵子明上前一看 画上只画了一张脸 正是江百合的脸 但是 却又不是 因为画中人 明显要比江百合本人好看多了 本来江百合是圆脸 画上的人却是鹅蛋脸 江百合左脸颊上 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胎记 也没有画出来 哟 真好看啊 可惜呀 这不是我呀 江百合时机羡慕 有遗憾 哼 本来就是您呢 不信 您去照照镜子吧 杨童神秘地笑着 赵子明突然一脸的惊讶 啊 你 你的脸 江百合已经急忙来到镜子前 自己这脸竟然变成了鹅蛋脸 这左脸上的胎记也不见了 现在的自己呀 就跟 画上的一模一样呢 啊 这 这是 江百合又惊又喜 怎么样 夫人 这个小惊喜 还能让人满意吗 江百合已经高兴地说不出话了 对着镜子怎么看也看不够 很快 江百合跟杨童就互相撑起了姐妹 告别的时候 江百合热情地邀请杨童周末来家里为自己的女儿再画一次脸 杨童高兴地就答应了 杨童 你以后别听那些人瞎扯了 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呢 看着杨童走远 赵子明如释重负地送了口气 幸好杨童聪明啊 每次来找自己的时候都先挂个号 自己还一直嘲笑她说多虑了 没想到 今天还真逃过一劫呢 不过自从遇见杨童 加上最近的交往 自己确实是越来越喜欢她了 多少次茫生了跟江百合离婚的念头 可一想到自己的前途跟江百合手中的那些资料 她又退缩了 赵子明 你不用装了 你那点把戏在我面前是没用的 你放心吧 等这周天呢 让那狐狸精给我母女俩 换一张完美的脸之后 我就会整死她 哼 抢我的东西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江百合做了意 江百合瞥了一眼 面如死灰的赵子明 满意地就走了 深夜 赵子明靠在书房的椅子上 面如死灰 想想 白天江百合的话 他自己是一阵的后怕呀 自己的一举一动 竟然都在江百合的监视之下呢 而且根本就无法欺骗 这还是正常的夫妻生活嘛 这简直就是法西斯的集中营啊 都怪自己啊 都怪自己啊 要是自己不最最新功利的话 何必当初跟江百合这个母业差结婚呢 结果又发生了 结果又发生了那件事 现在把柄都在江百合手里 自己更是没有了退路 赵子明是越想越后悔啊 突然 手机响了 打开 是自己同事打来的 是DNA检验室的小王 赵医生啊 您好 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不好意思了 电话里传出小王质朴的声音 啊 小王 没事 结果出来了吗 嗯 是的 呃 结果是 这两根头发的DNA 并没有相似之处啊 也就是说 所检验的两个人 并没有血缘关系 砰的一下子 赵子明手中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他呆呆地望着窗外 好一会儿 赵子明像个木偶一样 打开电脑 灯上QQ 打开了那个杀手的对话框 敲下了一行字 好 好 我同意你的价格 我再加两百万 一共是四百万 我要你给我杀两个人 很快 杀手就回复了消息 好 成交 现在 你给我那两个人的照片吧 没有丝毫的犹豫 赵子明将一张 江百合跟女儿的合影 发给了对方 很好 您呢 静候加音吧 说完 杀手就下线了 赵子明关闭电脑 黑眼中 他咬牙切齿地低声说了一句 妈的 是你逼我的 周末 江百合跟女儿早早地将赵子明拉起来收拾家里 因为 今天杨童要来 那天 江百合给女儿说了杨童的神奇能力 并且 给女儿看了自己的脸 女儿也兴奋了 很期待着杨童的到来 你怎么跟死人一样了 能不能快点 看着赵子明失魂落魄的样子 江百合很是不满意 赵子明一句话也不说 低下头 干手中的事 真是的 江百合本想还数落赵子明几句的 突然 门铃响了 他急忙过去开门 哎 果真是杨童啊 他还提着一大堆的礼品 当然 还有最重要的画板 哎呀 来了 我们都等你好久了 嗯 姐姐好 这女孩也是一脸笑容 这位一定是夫人的女儿吧 真是太漂亮了 跟夫人一样漂亮呢 三个女人其乐融融的谈笑声风 一点都不理睬赵子明 就拿她是空气一般 很快 四个人吃好饭 江百合跟女儿早已迫不及待的 把杨童拉到了阳台 催促了他 赶紧给两个人画一张完美的脸 啊 没问题的 我一定会为两位画一张完美的脸 不过 我希望能让赵医生 过来见证一下奇迹的诞生 他 一点品位都没有 就是 我爸还 我哥哥双眼皮 我爸还把我骂了一顿呢 那是因为赵医生 太在乎你们了 拜托了夫人 行啊 随后 赵子明面无表情地来到阳台 看着其乐融融的三个人 赵子明感觉自己很多鱼啊 好了 现在我要给夫人跟小美女摆一个漂亮的姿势 两位可是要配合我呀 嗯 没问题 江百合跟女儿早已迫不及待了 没一会儿 江 杨童给江百合的女儿摆了一个靠背的姿势 说这样能够更容易凸显出身材的曲线 画出完美的脸 赵子明 赵子明无神地看着三个人 反正跟自己无关 突然 赵子明发现杨童正在看着自己 并且笑得很灿烂 只见杨童张了张嘴 你会觉得你的四百万画得很值呢 最后杨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手中的两根笔准确无误地插进了江百合跟他女儿的喉咙 通过层层的检查 赵子明终于来到监狱尽头 推门进去 一身囚服的杨童正满不在乎的坐在里面 手中是一盒火柴 点燃一根吹灭 然后一根根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已经摆了两排了 看样子等赵子明很久了 只有二十分钟 有什么话请尽快说吧 魁武的狱警面无表情地说完这句话 关门就出去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赵子明终于爆发了 从杨童突然杀了江百合跟女儿 再到法庭上以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赵子明一直浑浑噩噩地像做梦一样 唯一记得清楚的是杨童一直都是笑着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被判了死刑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呗 不然怎么当杀手啊 杨童又将一根燃烧的火柴吹灭了 然后放在了面前 为什么 为什么你是那个杀手呢 啊 等等 赵子明突然明白了 这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吗 杨童赞许子笑了笑 看来你还不笨吗 时间不多了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对了 你有烟吗 犹豫了一下 赵子明从兜里拿出一盒烟扔给了杨童 杨童接过去熟练地打开包装 抽出一根烟 猛吸一口 双眼就迷醉了 这烟真是好东西啊 淡淡的苦味 能够让人暂时忘记痛苦 你说是不是啊 杨童望着天花板说 哦 我没想到 你还会抽烟呢 我本来是不会的 可是 自从哥哥死后 我什么都会了 你知道吗 从前 家里只有我跟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 虽然贫穷 但生活得很快乐 我自幼喜欢画画 高中毕业之后 考上了美院 为了支付每年高额的学费 哥哥总是很努力的工作 为此 他解一缩时的 舍不得抽一根烤烟呢 我曾经发誓 要好好报答他 可是还没来得及 他就不在了 杨童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这 这 你想说什么呢 杨子明一阵的心凉 难道你不记得你的同事杨凯了吗 他是我的哥哥 赵子明恍然大悟 杨凯 对 就是这个杨凯 是他一辈子的污点 跟挥之不去的罪恶 杨凯本是自己的同事 两个人在一个科室工作 论能力的话 杨凯要比自己强不少 可正是因为自己的老丈人是医院院长 所以杨凯一直是自己的副手 即使这样 杨凯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怨言 兢兢业业的 半年前 赵子明负责一场手术 杨凯做副手 结果 本来简单的手术 却在赵子明的失误之下失败了 患者不幸身亡 为了自己的前途 赵子明和老丈人 一起将事故的责任 栽赃给了杨凯 没想到 杨凯因为这件事情压力太大 自杀了 而自己对江百合如此低声下气的原因 就是因为江百合掌握了自己 做的这件事情的全部过程跟资料 并且总是以此要挟自己 看来你响起来了 杨童咬牙气齿地说 哥哥死后 我的世界都崩溃了 我天天想念哥哥 拿着笔不由自主地就将哥哥的样子画出来 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我的有一项画脸的能力 只要我的纸上画成什么样 被画的对象就会变成什么样 就像我跟你妻子那次画的一样 我觉得这一定是上天赐予我用来复仇的能力 于是我就计划了这一切 对了 再告诉你个秘密 你还记得那次DNA的化验吗 检测结果说 你女儿跟你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哼 其实我早就偷偷地将你女儿的头发换成我的了 哈哈哈哈 原来是你 赵子明大吃一惊 随后他冷静下来 可惜 最终你失败了 你马上就死了 彭 是吗 你看看你的后面 赵子明回过头 后面放着一个镜子 镜中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大嘴巴 小眼睛 左眼道下额处有三道刀疤 一脸的凶神恶杀 有些熟悉啊 猛然的 赵子明想起 这不就是通缉令上 那变态杀手的样子吗 自己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模样了 转过身去 对面的杨童脸也变了 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再一看 杨童面前是一张纸 正是自己刚才给杨童的纸烟盒 纸上用黑色的线条画着两张脸 原来 刚才杨童一边跟自己谈话 一边用熄灭的火柴 当笔在纸盒上 将自己的脸 画成通缉犯的模样 又借着背后的镜子 将他的脸画成自己的模样 我的天哪 你 一声怒吼 赵子明冲过来 想要掐死杨童 啊 救命啊 杨童一声惊叫 一群狱警冲进来 将赵子明按在了地上 我 我是赵子明 他是假的 赵子明惊叫 不过却没有一个狱警相信 这明明是跟通缉令上 一模一样的人说的鬼话 你放心吧 还有你的老丈人 我很快 会让他来陪你的 经过赵子明身边的时候 已经变成赵子明脸的羊童 轻轻地 在他的耳边说道 我会让他来陪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